屁頭散髮 的一個老人 他很年輕 他那個人工糊還可以游泳 這樣來回兩趟 全南東只有他養的狗 游得過他 但是也是透過他 透過他寫的一個故事 他主要是在描述一件 就是一種 一種 怎麼講 找不到歌詞 就是 就是我們身邊都會有一些長輩 我們爸爸媽媽 或是我們人比較年長 然後會 會很固執 有一定 應該大家有預告 就很固執 然後你怎麼 你怎麼 怎麼勸都勸不聽這樣 然後 但是這個東西他 即便你從原理方法 任何的一切一切都證明他 他做的事情有可能是錯誤的時候 可是他不一定會聽 因為這就是他 他多年來依賴這樣的行為 依賴這樣的想法 然後再做這樣一件事情 然後 那 可是這種東西到後來 到底是不是一場悲劇 我覺得 後來是打一個問號的 就是 他這樣做了 然後也的確驗證 再度驗證失敗 再度驗證錯誤 那是不是一場悲劇 然後我覺得這 這取決於就是 你後來就是 你有沒有陪伴他 一起那個失敗 一起 嘗試 也沒有嘗試 就是去 你就是有沒有陪著他一起 走向那個 滅亡 大概就這樣 那 你們回去 可以Google一下 我擔心大家聽不懂 好 沒有關係 這首歌叫 澆水 澆水 突然好像在賣藥 我想要先謝謝 我可以那個嗎 先謝謝大家 然後謝謝 你的鼓手 然後也很謝謝你們來 下半場有一個那個 台東東塞爾街的郭富城 快上場 對 加蘭郭富城 加蘭郭富城 有一個不見頭髮的老頭部 有一個不見頭髮的老頭部 他每天都嚼著睡 澆水了苦關 澆湿術的衣裳 澆湿了掛在天上的太陽 他一直期待 期待稍稍从土里面掌握出来 爱一直相信 不忘的落叶下是希望的鱼 地上的草被他们踩死了 他们的分没用风行呼吸 望著的地點幾岸流水 翻射幾不少的光 誰流到了城市淹沒了房子 天真的小孩選擇閉上眼 他一直起來 期待小草從鼓勵變長得出來 他一直想起 不忘的落葉下是希望的綠色 屁上的草被他們採起了 屁上的草被他們採起了 旁邊的人都不卻了 旁邊的人漸漸都離開了 沉默的天空都下雨了 我們的視線漸漸都無了 都不了 地上的草杯他們採死了 他們的根沒有縫隙呼吸了 地上的草杯他們採死了 他們的根沒有縫隙呼吸了 那個老頭太嚼著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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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大家 我們表演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你們 加班長有那個郭富城 郭富城 嘉蘭郭富城 出了嘉蘭就變成那個 劉德華 半一城 對對對 他其實長得比較像半一城 還有一件事忘記跟大家講 最近有在看一個 那個哲學哲學雞蛋糕 那個人叫朱家安 大家有空可以去搜尋一下 就是推薦給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咱們 感谢您的观看